大家好,這邊是RPS的狂比,又到了看電影的時候啦 今天要看的是日本漫畫改編真人電影《揮夜姬想讓人告白!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 此為漫畫家赤板銘所創作的校園戀愛喜劇作品 截至目前已發行17本單行本,並於20191月播放TV動畫版 應大受好評,預計2020年4月播放第二季動畫 本次介紹的真人電影版由平野紫耀與環粉喬奈主演 在日本上映最終票房突破20億 台灣則是於2020年2月7日上映 故事能容以貴族高中為故事舞台 敘述兩名天才為了讓對方先向自己告白而展開的戀愛動腦智商大戰 就結論而言是一部不錯的漫畫改編電影 以漫改電影來說算是有把該表現的味道表現出來 而且也算是有志軍原作的造型 雖不到滿分但至少也有80分左右的等級 是一部能讓人輕鬆歡笑的好漫改電影 那麼接下來進入劇情講解環節 不想被劇透的也請迅速迴避到最終感想部分 接著倒數計時 5 4 3 2 1 開始 私立秀之院學員是一所培育各界未來精英的名校 成績操群 圖石充盈的學生會會長 白銀玉行 五五雙拳的財團千金 容貌秀麗的學生會副會長 四公輝夜 更是精英中的領導者 兩人對彼此有好感 卻因為自尊心太高而無法向對方告白 隨著時間慢慢流逝彼此的心意慢慢變成了 若先向對方告白的話就輸了 於是兩人便開始為了讓對方先向自己告白展開了一場高超的戀愛智商戰鬥 像是一開始學生會書記藤原千花拿了兩張電影票 並說了只要男女一起去看了這部電影就會變成情侶 白銀輝夜兩人便開始設法讓對方邀請自己看電影 幾進攻防後輝夜佔了上風本以為白銀要邀請她時 卻見白銀拿了一張電影票避開了邀請的局面 但是輝夜也不是省油的燈 使用財閥大小姐的力量在電影院創造出不期而遇的場合 但卻因為輝夜大小姐根本就沒有去過電影院 即使白銀猛打暗號讓輝夜可以選到隔壁的座位 最後還是公派垂成 接下來發生的像是白銀幫忙好友的告白 去探望生病的灰夜等事件 時間也慢慢到了暑假 但兩人仍沒有任何進展彼此互相思念 且有默契的去了學生會一趟 但也卻因為時間差而向左走向右走般的見不到面 在暑假快結束時 藤原千花發來一封邀請請大家去看煙火大會的訊息 讓兩人如逢甘霖啊 在期待已久的煙火大會當晚 輝夜卻被禁足 雖然她想盡辦法趕到了大會會場 活動卻也結束了 當她一個人獨自傷心之時 白銀突然出現 並告訴她 在另外一個會場的煙火大會還沒有結束 大家便坐著計程車趕往那邊 也實現了一起浪漫看煙火的夢想 隨著時間流逝 學生會也即將改選 白銀表明了不選下一任 這代表著現任的成員將各分東西 當學生會眾人整理完失誤後準備離開學生會辦公室時 輝夜突然倒下了 診斷後醫生說這是戀愛病 因為大家離開學生會後 與心愛的人將難以見面而導致 於是輝夜為了不與白銀分開 決定出來選學生會長 希望當選後成員全部召回 但白銀卻以為輝夜是患有心臟病 是因為自己交付太多工作 所以讓輝夜累倒 於是自己也為了不讓輝夜太過操勞而出來參選 阻止輝夜進入學生會 在雙方都有誤會的狀況下 學生會長選舉如期展開了 其中也發生輝夜 誤以為助選員千花是對方的臥底 體經波折後 終於解開了誤會 白銀最終還是連任學生會長 而輝夜也由白銀邀請繼續擔任誤會長 可喜可賀 可喜可賀 劇中 看過了許多日本ACG改編的真人電影版後 老實說成功的真的不多 有的甚至因為商業操作讓電影太過跳痛 失去作品原響表現的主題 但這部《揮夜機》想讓人告白 其實改編的不錯 演員挑的其實蠻符合角色的特質 平野紫耀的帥氣、喬本環奈的可愛 為作品加分不少 而為原作亂圓的藤圓千花 及陰塵的宅男會計時尚優 演出演員的淺川黎奈 以及佐野勇斗 在當初劇照公布的時候曾被網友吐槽的蠻慘的 但實際上看過劇中演出後也能認同他們的表現 其他廢角的表現也都不錯 像白銀家的爸爸和妹妹演出的就很還原原作 另外曾飾演《勇者一眼》系列裡面的佛祖 佐藤二郎在這部演出的《醫生》 個人對佛祖的印象太深刻了 只要看到他登場就會不自覺的笑了出來 也因為他的無厘頭演出 把原作裡的雍衣形象表現得更加雍衣了 而動畫版《揮夜》的聲優 古賀奎也參與演出 飾演電影院的工作人員 也算是有趣的彩蛋 小本除了最後的學生會長選舉的部分 從原作的白銀與電影未登場的學妹對決 變成與輝月的對決外大部分照著原作走 而改編的部分也寫得很合理 將幾個原作的小故事無縫的連接在一起又不顯的突兀 不得不佩服編劇 得永有依的功力 音樂整體上滿輕快的 其中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是 煙火大會白銀要帶輝夜去另外一個會場的那一段 動畫版裡有段致敬《東京暗影務室》主題曲前奏的配樂 影響到真人電影版也有這麼一段 跟動畫版不一樣 但是也是致敬同意主題曲前奏的配樂 真的是讓人不禁會心一笑 以真人改編的電影來說 這部算少數個人覺得成功 而且還蠻值得看的作品 看過原作漫畫及動畫的人能找到不少有趣的彩蛋 即使從未接觸這部作品的人 也能從這部電影中得到樂趣 原作連載至今的故事也是越來越好看 推薦還沒有看過的人找機會看看動畫與漫畫喔 好的 那麼這次的觀影心得就到這裡結束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訂閱